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批評北約、歐盟的言論 引起了歐盟領袖的反彈 德國總理默克爾回應 歐盟的命運應該要掌握在歐盟各國自己手中 而法國總統奧朗德則直言 歐盟不需要外人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 歐盟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 原本是要商討敘利亞問題 但卻因為特朗普批評北約和歐盟 引起了歐盟國家的關注 除了稱北約已過時 主張於普京修好的特朗普還稱歐盟是德國的工具 並預計有更多國家會脫離歐盟 德國外長說 特朗普的話令大家感到震驚焦慮 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表示 歐盟的命運應該要掌握在歐盟各國自己手中 而法國總統奧朗德則說 歐洲已經準備好推動跨大西洋的合作 不需要外界告訴歐盟應該怎麼做 而在各國對特朗普的言論表示擔憂之際 俄羅斯則表示贊同特朗普的說法 指北約是冷戰時的遺物 因此已經過時 英國方面也對特朗普希望與英國 快速達成雙邊貿易協議表示歡迎 但歐盟官員表示 英國在脫歐前不應該同其他國家 對任何貿易協定進行討論 俄羅斯·普山